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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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一真十一 各位法师就一句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翻开课本149页 然后看到167经 好 这里再说到五蕴 五蕴跟五寿蕴 我们先来算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波罗奈国 波罗奈国先人住处 陆野院 陆野院在波罗奈城 他是家师国 那有时候就直接翻成国 像舍卫国 其实是舍卫城 那这个 僵尸国的波罗奈城 那么陆野院 因为那里常常有很多修行人聚在那里 那成就了很多辟之佛 所以很多先人聚足的地方 修行人 修道人 那有些有成就 所以叫做先人住处 的陆野院当中 这个时候 世尊跟 比丘说 就陆野院这些比丘 我今当说 阴 及五寿阴 好 那么这个五阴 五寿阴 它有好几种方法 第一个 像这里讲的五阴 五寿阴 这个是玄奘 这个不是 这个是求纳巴陀罗 杂阿汉经 求纳巴陀罗的方法 杂阿汉经 求纳巴陀罗的方法 求纳巴陀罗 写在这里 第一个就是五阴 或是五寿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有时候 也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它内涵不一样 那我们先解好了 第二个是五 五韵 五韵 跟五曲韵 这是主要的三种 其他还有 第三个 是五重 跟五寿重 其他的还有所谓的五秤阴 五寿重 五秤阴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那这个是杂阿汉经 求纳巴陀罗的方法 杂阿汉经是求纳巴陀罗翻的 这个是五韵是玄奘 玄奘的方法 玄奘的方法 那有一些经典也都翻五韵五曲韵 这玄奘的方法 那在瑜伽事件里面 那么这个是五寿五重 这个是罗死的方法 这个是罗死的 雄魔罗死的方法 那这里面它就写五重跟五寿重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大概先知道 另外 像 这个 真阿汉跟真意阿汉也是翻 也是翻这个 五寿重及五重 就真阿汉跟真 真阿汉也是这样翻 真阿汉跟真阿汉也是翻 也是翻罗死的方法 好 那我们先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 那么真阿汉跟真意阿汉跟中阿汉 都是神却提婆翻的 那跟罗死翻的也是 就是五寿重 五重跟五寿重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就大概这里讲 因及寿因 那么这个前面也有解释 什么是五因 什么是五寿因 等下我们再来对照 那先来看 寻合为因 若所有诸色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 若粗若细 若好若丑 若远若近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好丑远近 这个是从色法物质的不同角度 我们说有四类 十一种 那么的一种说法 那他说 这个比一切总说为色音 那有时候解释不是这么解释 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色音 有时候是这么解释 我看一下 好 看一百一十五页 在一百一十五页 这五十八字音这里 它是 我们先对照一下 有五寿因 何等为五 色受响形式 什么叫色寿因 所有色 比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那你看 它是这么解释的 那么 我们先看 等一下我还回去看 那么 这个是色 那 什么是受 受受音 就 受想形式 受受音 受受音 享受音 那什么是受 眼处生受 那什么是想 那么六想生是想 眼处生想 那什么是行 六诗音 六诗生 那眼处生 那这一些 那 什么是四受音 就是六诗生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五十八经 这里 也是所谓六十一经的一个说法 好 那再翻回来 翻回来看 就是说 它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 好 那前面是所谓的 四大吉 四大所造色 那么 这个 六受生 六响生 六诗生 六四生 那么 从这个角度去说 五受音 好 那这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它说 所以它说 所有诸色 那如果我们对照看 就是四大吉 四大所造色 那么 从这个不同的分类 就是四类 十一坊 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出息 好丑远近 那么 比一切总说 色音 就我们对照看了 那当然也有 也有其他 我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说法 那么 像我们昨天讲的 这个 158经 就前面讲的 色受音 受受音 想受音 可爱 那么 我们看一下 158经 前面讲的 好 我们看144页 144页 这里158经 知道未来的 好 那么 它说 我们看 144页 158经的 第三行 它说 若可爱 第四行 若可爱 可分 是名色受音 你看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色受音 那后面就解释 那么 直守爱 若手 若 若 若死 若葬 这些可爱 就是 有障碍 占空间 那什么是 这个是色受音 那什么是受受音 诸绝相 绝苦绝乐 这个 不苦不乐 这个是受受音 那什么是受受音 无 这个 朱祥 是受受音 现在我们看就有三种解释 就是 我们会对照看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 写在旁边比较起来 也可以 就比较清楚 那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这个 158经 讲到五受音 它的解释法 跟58经 的解释 跟这一经 那么其实 它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上 去解释 好 那我们是对照看就可以了 就大概让大家 更清楚一下就好了 好 再往底下看 那所以它这里说 那 诸 诸 诸 现在是设 设 那这样 诸 谁诸 所有 受想 形式 亦复如是 比一切 就是 随这个 设 而有的 受想 形式也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另外好丑 出息远近 也是这样 那么 都从 过去 现在 未来 另外好丑 出息远近 去分析这个五蕴 去分析这个五蕴 那讲的细一点 就是五十八经 跟 这个 一百 六十一经 这里 一百六十五经 这里 那么 讲的就不一样了 不是 就前面这些 我们刚才看 一百字事业这里的 一百五十八经 这里的 好 那他说 这个 识明为 因 那 他这里 随所有 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比一切 总说 受想形式 因 事明为因 那什么是 什么是 受因 若设 是有肉 是取 若比设 过去 未来 现在 生贪欲 称慧 于知 及于种种 散 烦 兴 兴 兴 好 那么 受想形式 义负如是 事明 受因 那么他现在在解释 五受因的 受因 这个名词 那他这里有说到 下一部经也有讲 这个是取 是受 好 那我们等到下一步再来说 好了 那么 好 这里有讲到 所谓的 所谓的 受因的 五受因的受因 它 色是有肉 是取 色是有肉 是取 好 那么 重点在 于 于这个色 那么 生 不管是过去 未来 现在另外好丑 出息远近 那么 生贪欲 称慧 于吃 生贪称吃烦恼 那么 我们先看到这里 然后来看 五十八经 五十八经 一百七十五件 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看的 五十八经 在后面 后面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好 一百五十二页 再翻到 一百五十二页 那 那这里讲到 看到第几行 看一下 好 看到 一二三 四 五六 七 八 好 那么 看到第八行 他说 因为比丘 问否 是五阴极受 还是五阴异受 五阴跟五受阴 就是五阴跟五受阴 到底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讲这个问题 他说 并不是五阴就是五受阴 也不是五阴跟五受阴 不一样 就是非五阴极受 非五阴欲受 能与比 有欲滩者 是五受阴 好 那么五阴跟五受阴的差别 就在 讲五受阴 是因为 那么 因五受 因五运 因五运 而生烦恼 那烦恼的 主要 根本 是欲滩 所以他这里 他这里 我们先来看 再翻回来 然后来到 翻回来到 一百 翻回来到 这个 我们的 一百 六十六 不是 现在是讲到 一百六十七经这里 好 那他说 这个 若色 是有肉 是取 那 比色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 生 贪欲 称谓 于此 其实就是烦恼 那么 急于种种 上烦恼 心法 就是 你的心 随之转 就是 心因境界 随转 叫做 心 心所法 就心法 好 那么这里 有一个名词 叫做 上烦恼 那上烦恼 其实 就是随烦恼的意思 后面会讲到 有上烦恼 那么通常 上烦恼 通常上烦恼 有两种说法 一种 一种 就是随烦恼 那一种 是所谓的 这个 字末烦恼 随烦恼也是字末烦恼 一种是现行烦恼 叫做上烦恼 一种是字末烦恼 叫做上烦恼 那 它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 它 有时候 讲字 一般来讲 一般是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 通常是这么说 就是说 我们把烦恼 我们把烦恼 分成三种来讲 那么 依它的 初戏 初跟戏 依初跟戏来讲 那么 初的 初的叫做根本烦恼 初的是根本烦恼 初的 细的 叫做 枝末烦恼 那么枝末是从根本而来的 就是枝末烦恼 那根本就是 那记者论说的 五历史 五顿史 贪嗔之慢 那斜恼 那斜恼又分成 那么 接近 这个 身边 身剑 斜恼 边剑 借剑 取剑 剑取剑 就五顿史 五历史 好 那么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个 依隐线来讲 就明显不明显 隐 跟线 来讲 那么 线的 叫做线形烦恼 线是线形烦恼 线形烦恼 有时候叫做惨 线形烦恼 那么不明显 隐藏起来的 叫做随眠烦恼 另外一种 是依他的性质来说的话 他也分两种 一种 叫做见所断 一个是修所断 一个是见所断 一个是修所断 见或失或 一个是修所断 见所断烦恼 见所断祸 或修所断 通常是这样 那么这里讲的 线形烦恼 那么 有时候指 线形烦恼 基本上 这里的线形烦恼 是指随烦恼 但是 有时候线形烦恼 也指字末烦恼 但是 就是看不一定 有时候线形烦恼 指字末烦恼 有时候线形烦恼 指随烦恼 但这两个也 有时候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那 那有时候 不是 阴 不是讲随烦恼 讲错了 这个线形烦恼 也叫做随烦恼 字末烦恼也叫做随烦恼 随勉烦恼 讲错了 这个是随勉 随勉烦恼 不是随烦恼 随勉跟随烦恼不一样 阴现在是随勉 写错了 好 那么 它是这样 线形烦恼 有时候就叫做随烦恼 或是字末烦恼 有时候也叫随烦恼 上烦恼 那么 那字末烦恼 有时候不完全 等于线形烦恼 那 大概是这样 好 那 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 这里讲到的上烦恼 那后面也有 后面也会有提到 就 讲到有很多 那 我们先大概这样理解 讲到后面的时候再来讲 因为 随烦恼是指 随根本烦恼 而起的烦恼 那 现行烦恼是 你现在 所起的烦恼 那通常有时候随烦恼 也是现行烦恼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你 现在是五受阴 为什么叫受阴 那我们说 有时候叫做五取阴 有时候叫五受重 那么取跟受 的关系 等一下 下一部经就会讲到了 所以我们就先不解释 等一下再来讲 所以他说 云而为受阴 这个受 是有肉 是取 有这两个特点 好 那么 主要是因为 起烦恼 那 就是 从果来说 我们这样讲 从果来说 它是 它是烦恼 所造成的 因为你有烦恼 你才有这个夜暴声 我们这样讲 五运是一个夜暴声 五运 如果讲五受运 或五取运 它是因为 五取运 有取而产生的 有取 取 取 主要是指烦恼 那么 如果从这里来讲 或是受 五受 五取 这里是写受 那时候也写取 那么取是烦恼 取是烦恼 那有 经典里面大概有 三种说法 就是 出的讲 跟细的讲而已 基本上 一个就是浴滩 一个就是浴滩 那浴滩是 一切烦恼的根本 其实就是我爱 浴滩 第二种 第二种是指 我们说 这个四取 像 有时候解释 爱取有的取 比如讲四取 这个是根本说 那四取 四取是把烦恼 做大概四种的归类 那四取基本上是 所以我们说过 这个我浴取 浴取 其实是我见我爱 然后借进取 见取 那么因为你 你只要 其实是把浴滩 化成这四个 其实就是从 浴滩是从根本上说 其实主要我们可以讲 从浴滩 就是我爱跟我见上说 我爱跟我见 但我爱必定有我见 浴滩就是我爱 它必定有我见 那我见必然生我爱 所以有时候讲断无名 有时候讲断浴滩 那么 我浴取 浴取 那么这两个是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样 你就不能断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只取错误的方法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这样的方法 并不能得解脱 你却说 这样的方法 可以得解脱 那么这样的方法 不是佛法 那么这样的说法 不是佛法 你却说 这样的说法 不是佛法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非因既因 非果说果 那么这样 你基本上 没有办法断浴滩 没有办法调伏浴滩 没有办法 觉察浴滩 控制浴滩 调伏浴滩 断除浴滩 那么更不可能超越浴滩 就没办法 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 常常说的 那么 就是 第一个 就是从根本上说 浴滩 那么第二个 就是 那么 再广一点说 试取 再扩大一点中 所有烦恼 所有烦恼 都叫做 取 所以他这里 像他这里就是什么 贪嗔痴 把所有烦恼 就是贪嗔痴 那么贪嗔痴 是代表一切烦恼 那这里就讲贪嗔痴 看一下 他应该 所以他这里说 说到 生贪欲 称慧 鱼痴 那么 再由贪嗔痴 而有的 因贪嗔痴 而有的 种种 种种烦恼 一切烦恼 一切烦恼 那么 一切烦恼就包括 根本烦恼 跟字幕烦恼 或是 现行烦恼 跟随便闻恼 那么 这里只要是在讲这个 这个叫做 随烦恼 又叫做上烦恼 字幕烦恼 就随烦恼 跟上烦恼 如果从这里来讲 随烦恼 或是上烦恼 那就是包括 包括 这个粗跟细 由这个 由这个根本烦恼 而来 根本烦恼 就是 如果讲多一点 就是五历史五顿史 那么 那么五历史五顿史 合合起来 就是这个 四取 那 归结起来 就是欲贪 或是无名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样我们就 比较清楚了 那这里讲 生贪欲称味鱼吃 以及 由贪欲称味鱼吃 而有的种种 烦恼 就上烦恼 好 那烦恼是根本 上烦恼 是滋末 或叫做 或叫做随烦恼 那随烦恼 有时候叫 滋末烦恼 那有时候 随烦恼 也叫做 现行烦恼 那现行烦恼 是跟随勉 说的 现行烦恼 是依随勉 而说的 好 那么 滋末烦恼 是依根本烦恼 而说的 好 那么 这个烦恼心法 其实就是 心所生的烦恼 那么 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你就是 看到这个 五蕴 过去 现在未来 另外一段 好走 出息远近 而生 以贪欲称吃 为根本的 种种烦恼 那 因为这样 叫做 五受孕 那 好 我们要讲 那么 这个是 我们刚才 要讲还没讲 这个五蕴 是夜暴声 这个这样 这个五蕴 是夜暴声 我们叫做 五蕴 它是所谓的 夜暴声 那么这个夜暴 从哪里来 当然从烦恼来 那烦恼从哪里来 当然从 我爱我见中 就是无名跟贪爱 我爱 我见 那 不管是爱 还是见 都是 都是依着我 都是依着我 就爱我 见我 那所以 那前面那一部 应该是五十八节 它讲到 那么 见色 见色受想形式 是我 那么 一样 那么 而生起 而有这个五寿运 所以 它是夜暴声 所以 从果上说 它是烦恼所成的 烦恼所 积聚而成的 烦恼成夜 夜成声 那么 所以 它是依烦恼而有 依烦恼而有 就是 这个五蕴 是依烦恼而有 一般我们叫做 依夜而有的 但是夜是从烦恼来的 所以 根本上 它是依烦恼而有的 那烦恼就是 取 所以 就是无取运 或是从受 受 受有两种 一种就是受诸苦 就是 它是由 就是 承受种种的烦恼 然后承受种种的苦 那么 也叫做受 那么 依烦恼而有的 然后人生烦恼 从因讲 依烦恼而有 就是从果上讲 人生烦恼 人生种种烦恼 依种种烦恼而有 然后人生 又人生种种烦恼 那么是从因上讲 那么 所以叫做 无取运 或是无受运 就是受 种种烦恼而有的果报 然后果报就是苦 所以 无受运有时候从 果 就是从苦上讲 所以又叫做 五运赤圣 五圣因 有时候叫做 五圣因 也是这样 当然 它因为这样 又能生种种烦恼 但五运不等于 五受运 也不是完全不等于 就前面讲的 非五运 后面 非五运吉受 非五运异受 它不是 完全一样 因为 五运 如果你证了阿罗汉 它这个五运 它还是有肉的 但是它已经不起烦恼了 它就不叫做 无取运 或无受运 如果我们现在证了阿罗汉 五运 还是依夜报 依烦恼而有的 但是这个五运 已经没有能生烦恼了 已经不生烦恼了 但是 这个五运的存在 基本上是由烦恼而来的 是由烦恼而来的 但是它不生烦恼了 所以 它的五运 从果上讲 还是无取运 但是从音音上讲 它已经不是无取运了 是这么样说了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就好 所以这里说 我们看 那么 佛说此经理 朱比丘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好 前面也有说到 前面我看第几经 先来看这一本经再说 我们看到 看170页 168经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一样在陆野院 加斯国 波罗那陆野院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我今当说 有肉 无肉法 好 若设有肉 是取 比设能生 和会 其实就是贪称痴 这里就简单写 爱跟会 贪跟称 他说这个设法 是有肉的 是取 所有的夜报生 都是有肉生 都是有肉生 都是因烦恼而有的 取 取就是我们刚才讲 取 那么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那么根本的说 就叫做欲滩 那 在扩大的说 就是试取 我语取 欲取 那 借进取 见取 那么 那 在 在总和的说 他就是 一切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 如是受想行事 有肉 取 比 是 能生 爱会 所以 你看 他就是 这个五蕴 从阴上讲 这里就在讲这个 从阴上讲 他能生烦恼 从果上讲 他是 依烦恼而有的 那 云和无肉法 那 就是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解释 后面 那 非五蕴 非五蕴 异受 非五蕴 异受 一样 不是说 五蕴 就是五受蕴 这里是讲 这里是五受蕴 或五取蕴 不是五受蕴 就是五蕴 那 也不是五受蕴 不同五蕴 那 在解释这种东西 后面也有了 那我们先来看这里 那么 诸所有色 无肉 非受 好 那前面 前面是 四取 这里 讲非受 如果 要依经文来讲 那么 因为他对照是这样吧 第一个 若受有肉 四取 彼受人生 爱慧 那么后面就是 若 若 诸所有色 无肉 非受 所以如果照前面来看 就是非取 非烦恼 非烦恼 那 就是他 这个受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后面 受击取 156经 我们看一下156经 在前面 往前面翻就好 156经 153 154 156 好 143页 他这里说到 那么 他说 于此无很凡夫 对这个色 那么不如时之 所以对这个色 就取着 爱喜赞叹取着 于色 那么 是我 我所而取 就是我与取 基本上是这样 取以 先有取 那么取之后 因为无常 那么就心随便意 随他的色法而便意 就是心随这个进转 随这个色进的转 那么心就在这个色上面 所以色受心注 那么色受心注 因为这样就是戏着 那么 因为戏着 就是取 就 因为有戏着就有取 后面 那么我戏 我 我所而取 那么 基本上是因为 取而着 那 而生戏着 那 他说 如果你 你不戏着 我不戏我 我所而取 那么不取故 那么心不戏着 色受心注 那 基本上 这里是在讲 取跟受 取跟受 色受心注 好 就我们稍微对照看 就可以了 那 前面那一部经 也是一样 那么 心水转 就 一六 一五五经 一样 那么 取 心就水转 那水转 就色受心注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取跟受的 受的关系 好 那这里 因为这里是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经 稍微写一下 好了 这个经是这样 他说 有肉法 有肉 无肉 如果依照 前面的文 它是这样 有肉 试取 笔色人生 爱慰 就是 就是 取着这个 色受想情 就是色 他说 若色有肉 试取 若色有肉 有肉 无肉 试取 笔色 人生 爱 慰 那 前面就是 生叹生痴 那这里生 爱慰 或是 一切烦恼 那么 另外 后面受想情事 也是一样 就是无韵 就是无韵 受 想 嫌 事 好 那其实就是无韵 好 有肉的无韵 那无肉呢 若诸所有色 无肉 非受 所以 这里翻取 这里翻受 所以 有时候 无取韵 无受韵 那么 有时候翻取 有时候翻受 如果照理来讲 应该是翻一样的东西 但是取跟受当中 因为 你对这个境界 取着 那么 就有色受心住 大概是 这个意思 那么 受是成手 就是 就是你 就好像你一个器物 那么 受诸 物一样 那么 他说 非受 那么这两个 应该是 照理讲 这个是取 这个就是非取 但是取跟受 应该是 这照理来讲 应该是 这个是非取 或是 这个是 世受 因为两个是 一样的东西 那么 曹野他这里讲 他说 比 那么 比射 比射 那么 若过去 若现在 若未来 不生贪慧 他比射 一样 他能生 爱慧 那么比射 照理讲 他应该是这样 比射 他这里有讲 若过去 若现在 若未来 就是对这个 射 过去 现在 未来 然后比射 这里也应该要这样 若过去 若现在 若未来 若过去 若现在 未来 若好丑 好丑 粗裂 免尽 那么这些 那么人生 对于这个射 从各个角度上去看 那么这里有讲 那这里没有写 那这里有写 但是其实 我们把它翻过来 就是一样的 那么 他是讲 那么 不生 他这个是能生 所以我们说 从果上讲 他是 他是 由 有烦恼 而来 由直取 烦恼而来 那么 他内在 就是 不理这个烦恼 不理这个烦恼 但是如果你 证了阿罗汉之后 那 他还是由烦恼而来 叶豹身是有烦恼 所以他有生命 有违法 有违法 有肉的 但是 他证了阿罗汉 断了烦恼之后 他就不生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笔色 不生 爱慧 如果我们这样看 不生 爱慧 受想行事 也一样 这个色就是五蕴 这个色就是五蕴 对五蕴 过去现在 未来 另外好走 出戏远近 不生 爱慧 那这个是 能生 爱慧 如果我们 把这个经 那么 把它 它前面漏了 就没有讲的 那么把后面的 补上去 后面的漏了 没有讲 把前面的补上去 那么再把这个 稍微换一下 基本上 所以这里的 曲跟瘦 那可以是 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前面翻曲 后面翻瘦 那么 无曲韵 无寿韵 那么有些人 翻的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经 大概 讲有肉 跟无肉 所以 取固身着 不取 则不着 不取着 则不受 基本上 有这样的意思 看一下 所以 165经 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 于这个色 爱喜取着 那取着 那么就色受心注 那 看155经也是 156经 刚才我们讲156经 我们再看一下 155经 155经 好 155经在 142页 好 142页 155经 他说 你看 他这里讲 取固身着 不取 则不着 那我们对照看 这两部经 就会比较清楚 他说 云何取固身着 于色 见 事我 亦我相在 你看他这个又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 他一个是 从 事我 亦我相在 那 一个是从 他的内涵 一个他种类 事我 亦我相在 见色 是我 见色 亦我 见色 中有我 我中有色 那 像这部经 像这个 像这个 169经 不是 168经 他就是 过去 色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豪丑 出去远近 那么 像156经 这个就是 155经 他就是 色 就五蕴 色 这个 是我 亦我相在 从这里讲 好 那他说 取固身着 你看 那么 取固身着 取着 那么一样 取语 跟后面那个经 一样 取固身着 取着固 色受 神助 一物经 那 第一百 有十五月 他 这样 取 着 受 所以 取着 不取着 取 固身着 取着固 色受 心助 如果我们照 这里来讲 他就是这样 取固身着 在这个五蕴 取固身着 取 固 身 着 那么 取着固 取着固 色受 心助 那 他都从 不同的角度 就是说 我们说 比如说 从烦恼上 那么 这个五蕴 那 你可以从 这个 是我 欲我相战 内外 出息 好丑 远近 可以从 种种的角度上看 那烦恼 这个取 是 浴滩也是取 从根本上说 浴滩是取 那么 扩大来解释说 那么 是释取 总说 是一切烦恼 在盖说 就贪嗔痴 今天晚上是这样 好 那看 好 我们 再来看 169经 这个大致 有说到 那个 元武兽 荣树都贼 武兽 那么 他大概 有说到 就是武兽 元武兽 重的是 苦跟急 那 元 这个是有肉的 有肉的武运 有肉的武运 那 元无肉的是 道 元无肉的是 道 那 这个 无肉的武重 是道 道 字 道 字 苦字跟急字 是元 有肉的武运 叫做武兽 那 道 字是元 无肉的武运 有说到 这样的 一个事情 好 现在看 169经 他说 佛在 起眼惊涩 那 这个时候 世尊 着衣 持波 入舍未成 起石 那 还 回来的时候 持衣 波 不语重 就 没有跟大家讲 那 不告 逝者 也没有 跟逝者 说 那 这个时候的 逝者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 佛陀的逝者 换过很多人 那么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说完 那么没有跟逝者讲 独一无二 自己一个人 旁边没有中 叫独一无二 于西方国土 人间有血 就往西 往西边去 那么 到 到 聚落 人间去 那么去那边 度众生 好 我们先下课